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经传大规模的枪击案 目前至少有10人丧命,3人受伤 枪手已经被逮捕 现场大批的警力助手 警方表示这名18岁白人男性枪手 是身穿军服防弹衣 拿着步枪进入超市之后就开始扫射 甚至还直播他枪击的过程 而因为这家连锁超市位在非裔社区 离市中心约5公里 周边是住宅区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是否出于种族动机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